刘子光 我想找你谈谈呢 你两个兄弟在等你呢 兄弟们 王先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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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离开 王先生 听到了吗 多美妙的声音呢 我在拳馆等你啊 王先生 王先生 对 孙弟 一会儿被人放弹了 有什么冲你来的 好 冲你来 兄弟们 放手 快点 王先生 妈没事 没事 兄弟们 刘子光来了 给他再表演一下 快来了 把他们给放了 放了他们可以 暂时你得留下 你不是很能打吗 我今天正好这有为兄弟 如果你把他打赢了 我就把他们放了 别 关子 关子呗 你也可以选择不打 我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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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打 我 我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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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知道 我打 把他们放了 放手 全都给我烧 来 离开离开 离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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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 离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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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 刚 我来搞吧 你就别管了 他烤得比你好吃 他家祖传就是烤串的 你忙你的去吧 行行行 但你们烤了 是 好 光子 你今天真的是太帅了 单 担 担 担刀赋会 赌场龙残 上天下地 无所不能 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两个人呢就叫你光哥了 为什么呀 他年龄比我们大 胸又比我们大 不叫哥叫什么呀 那我年龄还比你大呢 我胸比你大多了 你管我招我哥吗 你除了脸大 肚子大 还有什么 顶个屁用啊 行 光哥了 我以后管你叫叔 不是 光叔 不行 那你叫叔 我得叫爷 光爷 光爷 好了好了 你们俩安静一点好不好 如果你们喜欢呢 以后可以叫我一声光哥 行 光哥 你说啥就是啥 瞧瞧你 怎么这副熊样 四伟你说你当大哥 你当成你这样子 你还好意思出来混的你 你大 我不骂人 我说个问题 这个 叫什么刘子光的 总有一天 我得好好地归着他一下 一共是一千九百五十六 我说李建国 你坑人吧 卖的龙肉啊 一千九百五十六 不是龙肉 是因为你今年在这儿 设账十三笔 这上面每一张都有你的签作 你看 有没有错 不是 行 光哥 我 我欠你钱肯定会还 我兄弟在这儿呢 给点面子呗 不是搬你面子 是因为这个店 我要转让出去 我看你这个店生意不错 为什么要转手 有点事 有点事 这店要盘出去了 没准就不卖烧烤了 也不叫第一道道了 也许吧 虽说我也有点舍不得 但是没办法 不是 那行 那 那我钱不够 你们帮我凑凑吧 我 我 我这 就这么多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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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了 就这样了 现在就算了 老板 没事吧 没事 你还有什么要需要的 小帅欠你的钱给我两天时间 两天后我一定还给你 真的算了 再说 也不是以两千块钱能解决的事 你把这个店转手之后 是在别的地方开饭店是吗 目前没打算 所以你之前一直经营饭店来生货是吗 也没有 只是 我部队转业以后才开始干了 来几年 您之前当过兵 当过特种兵 没事 我不打扰你了 对了 你父亲 以前是这个店的老板 是 你第一次进店 我就感觉大了 你认识他 不认识 只是听大家经常提起 都说你父亲是个大好人 谢谢你老板 谢谢你一直保留着地地道道 这个招牌 我保留他 是因为我敬重你父亲 他经常说一句话 这个社会上 外人之所以疮狂 是因为好人的沉默 我认为很有道理 对 对 对 我认识 对